太平天国十四年 以人性解读历史 以历史印证人性 挖掘被掩盖的关键细节 还原真实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十四年 全面展现晚清中国的波兰激荡与社会变迁 近几年来 文学、影视同步推出 已成了出版界的一种新现象 以往是作家先推出小说 再将合适地改写成剧本搬上音频 如今已程序颠倒 先创作剧本再改写成小说 然后再把拍成的影视剧和小说 在同一时间推向市场 我曾尝试过这种做法的甜头 1997年8月 经我策划的小说《夺子之战》 与十几同名电视连续剧同步推出 后还组织该剧的编、导、演 现场签名授书 在广播中现身说法谈体会 居然轰动一时 大获成功 且不说图书当即被抢购一空 事后外地不少新华书店 纷纷来点要货 弄得我也不亦乐乎 于是 当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 《太平天国开机》的消息传来 我首先想到要做一本同步推出的图书 而单纲此任的非盛讯昌先生莫属 我与盛先生相识多年 深知他是一位资历颇深 作风严谨的历史学者 他也是上海市作协会员 从事古典文学小说研究 写过通俗文学 儿童小说作品 当我将写书的意图如实相告时 他十分赞同并爽快地答应了 我当时将此书定位为 第一 它是史话 不是小说 务须注意事件和人物叙述的真实性 不做白描和心理的刻画 第二 它应该是史实与细说相结合的一种写作样式 即写的是有依据的历史 观赏的是影视呈现的形象和画面 两者互补相得一张 第三 强调语言的通俗性 可读性 力求整个思维框架和文字结构 往太平天国的电视剧靠 去年秋天 圣先生即以明快清新的笔法 欲装于邪 取食正伪 用短短几个月推出了太平天国十四年 这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欣喜 由于影视面向大众 覆盖面广 市场潜力较大 所以作者改写的小说 往往很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以雍正皇帝为例 1991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月合的三卷长篇小说 雍正皇帝 其销量在1994年只有万把册 中间经过一些宣传 1996年销量最多时竟达八万册 但在1998年12月底 中央电视台播出 据此改编的雍正王朝 引起轰动 电视剧播出一星期后 这本书突然火起来 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就卖了23万册 这令他们始料未及 直至现在 雍正皇帝的印数已达到45万册 竟然还冒出有十多家盗版本的多多怪事 他从一个侧面窥出 同步推出有多么大的市场前景 那么 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是怎样一部戏呢 他首先按正文写 写历史本来面貌 重大事件 主要人物都不虚构 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打出字幕 标明时间 但剧中有两种虚构 一种是真实人物的生活细节虚构 原则是不伤大雅 二是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虚构 如该剧虚构了五对有情人的恩恩怨怨 但都没有脱离历史十大背景 其中有 附善祥 红宣椒 石屹阳 三大悲剧女性 《太平天国》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自广西津田起义后 进攻桂林 北碧长沙 出洞庭 入长江 连克汉阳 武昌 水路直下江南 到南京建都 仅用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 气势非同一般 电视剧如何再现太平天国的宏伟气势呢 细看《太平天国》中 有三战一烧的戏 就足以打出太平天国的 势如破竹的气势来 其每场耗资十万元以上 其中一场水战戏 一个画面里要出现战船一百二十艘 大炮八十多门 并调集了五十个工兵连战士 一秒钟内要爆发六百个炸点 采用八台摄像机同时拍摄 此外 还有一场两千名兵士参加的 大规模工程战 一场五百匹战马冲杀的马战 和一场将广东南海市建起的 太平天国城复之一具的火战 另有八场特色戏 有泥里打 风里打 水里打 火里打 为此 剧组特意拿出二百万只资金 请特技队设计完成这件事 全剧三百个人物重点塑造了 洪秀全 杨秀卿 石达开 维昌辉 陈宇成 李秀成 曾国藩和左宗棠等16个历史人物 同时 剧中还出现誓死如归的悲壮 顿入空门的无奈 刑场上婚礼的异局等 是该剧有战争 有情意 有爱情 有追求 使这个人物众多 场面空前的电视剧 有历史感 文化感 可看性 还要有保留性 别过两年再拍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 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所需的1.5亿元资金 全部通过中市股份上市募捐的方式 取得 其中 用于广东南海市松岗镇 占地439.5亩的太平天国景区 建设的资金为1.15亿元 其余的3500万用于拍摄 太平天国的篇幅 是仅次于三国演绎的历史剧片 它采用了全新的资金运作方式 股市融资 第一个实行了中国制片人协会的 《关于演职人员搞筹最高限制》 又是中央电视台上个世纪大型历史剧的关门之作 它积累了拍摄《红楼梦》 《水浒传》等七个历史剧片的资金 高投入 高回报的创作经验 相信它不但能收回成本 而且一定能够盈利 而史画《太平天国十四年》 则是全景式地展示了《太平天国风风雨雨十四年》 作者忠于历史 文字自主干到之夜 没有一件是虚构的 也没有一个人物和他的事迹是编造的 事出有据 人皆有证 就是本书写作的一大特点 也是本书与近年推出的 有关《太平天国》题材的出版物 包括文学艺术作品的很大不同处 《太平天国》是历史 历史事件和角色只有染上文化的五彩色 才能有更强劲的魅力 起到传播和教育的功能 《太平天国十四年》 艺术的作者 不是将其故事仅作为简单的符号 而是把它与历史放在同一座标轴上 让读者从《太平天国》的兴亡过程中 看到这是一份与世长存的历史遗产 幼于与影视观众有同步心理感应 此书只着重写了《太平天国十四年》 有关《太平天国纪年》 通常还有做十八年的 即在《太平天国》首都天津 南京施县后 长江南北都分别有余部在战斗着 他们直到1866年和1868年才相继覆没 这是一条长尾巴 案里也有可序章 由此 《太平天国》后期的若干重要人物 如杨甫青 李世贤 汪海洋和范如增等 没有就其结局做交代 因为要与电视剧紧扣 有些本乃《太平天国》期间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也就一笔带过 如《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和张国梁欺人其事 只此46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际 我不知道同步推出的《太平天国》十四年 会不会像雍正皇帝一样火一棒 我想 唯有市场能检验这种新创造的成功与否 因为时代已给我们出版人提出了新的课题 2000年4月25日 洪秀全发现 他原来是皇上帝的第二子 《太平天国》领袖是洪秀全 洪秀全本名火秀 据说是因为本命八字五行缺火 又相生相克之嫌 而按族谱辈分 取名了任坤 洪秀全名字 据他自称是皇上帝所赐 其实是他自己所取的 1814年1月1日 清嘉庆18年12月初十日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 关禄布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这是一家自耕农 有几亩田 还有两头耕牛 当年在风行画农村阶级成分的时代 有些权为著作 金为古用 亦步亦趋 曾为历史上农民领袖画成分 如陈胜为故农 吴广夏中农 而洪秀全是中农 以为他还是有革命因子的 洪秀全父亲洪敬阳 很早就病死了 洪秀全在此后的诏书和其他文字里 也极少提及他 这大概是身为天王的洪秀全 发现他自己本是皇上帝第二子 是留着皇家的高贵学业的 洪敬阳不过是凡间之父而已 即肉父 所谓肉身之父也 他却不同寻常 乃是代表上帝爸爸降生小天堂 为万国之主的 此处所称万国之主 乃是洪秀全伟大的创造 既然天父皇上帝是世人共代 他是上帝之子 理所当然的 必应是君临天下 为万国太平真主 东王杨秀卿达英诗语 视天下为一家 和万国为一体 因而 当他后来在天津 先后接见英法 美各国外交官 用的是告语 命他们禀奏 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 当洪秀全认定上帝做父后 归一本源 有关这位肉妇的蚊子 因宗教的强化 几乎在太平照书中消失了 洪敬阳先后去有王室和李氏 王室早死 李氏跟着洪秀全到南京 给了一个君王母的高贵称号 君王母即太后 根据不同记载 有说洪秀全哥们都是王室所生 李氏无出 也有说 李氏就生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洪秀全 洪秀全出生时 已有两个哥哥 即十岁的洪人发 和八九岁的洪人达 一个姐姐 洪新英 她没有妹妹 所谓妹妹为洪宣教 乃出自物传 而后以物传物 物走一个多世纪了 哪里跳出来的天美洪宣教 本世纪以来 洪宣教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 她被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女英雄 第一困绝 没有妇女 就没有英雄 也就缺乏悲壮缠绵 儿女情长的故事 因此 一部包含文化因子的作品里 不能不摆上几个女性 而且多是高大的 能支配男子 左右乾坤的女性 太平天国的形象思维作品 都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洪宣教 其人其事 1905年 黄世仲宣传反清的张回小说 洪秀泉演绎 就编写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洪宣教故事 始作为勇 20世纪20年代末 为柳亚子推崇的张寻子 洪阳豪杰传 又将洪宣教 琢磨浓浓浓地碰了一番 此时 上海共舞台推出的京剧连续剧 《太平天国》 洪宣教翘身 更是萨爽英姿 亭亭欲力地在台上奔波 尤其是他为萧朝贵复仇那场戏 浑身浊白 大为舞台增添风采 三四十年代 杨汉生 金田村 天国春秋 魏如慧 阿英 洪宣教 和 陈白晨 大渡和 或据此改编的电影 也都把洪宣教捧为洪坤爵 在戏中 她是举足轻重 因与东王小密 傅善祥 争风之错 而导致天经内讧 这是一个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间 跳来跳去的女人 洪宣教的作用 可谓大义 因而 长期以来 洪宣教是作为历史人物 驰骋在历史舞台上的 不少写太平天国的史传和若干历史博物馆 都把它视为能顶半片天的太平天国女英雄 诸如二十年前推出的 《慈海近代史分册》 太平天国人物收了四十四人 其中就有洪宣教 其实 这里仅是一个文化人物洪宣教造型 洪宣教是有这个名字的 它本来叫黄宣教 世代居住在广西贵平县平在山 以庚山务农为一 幼年即过继于杨家 改姓为杨 因而改叫杨宣教 后人据瑞典传教士 韩山文 太平天国起义记 转译为杨云教 老子以企划三清 由黄宣教误作杨宣教 又善化为杨云教 为此还有人说她是杨秀卿的亲妹妹 凭空制作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她后来嫁与萧朝贵为妻 冯云山在紫荆山宣传拜上帝教 杨宣教和丈夫萧朝贵也是虔诚的信徒 两年后 洪秀全也来自京山 据说 有次洪秀全拜访萧朝贵夫妻 在谈话时 杨宣教也顺着洪秀全口气说 在十年前也曾生有一场大病 灵魂升天 看见一位慈祥的老人 老人对她说 十年后的今天 有一个人从东方来 教人敬拜上帝 你们可要真心听从 她分明是与洪秀全做唱贺 洪秀全听了特别高兴 梁宣教的灵魂梦见上帝 就不禁而走 传遍了贵平平在山区 也传遍了拜上帝会所在的地区 她是仅次于教主洪秀全 见到上帝的人 理所当然是极其难得的 她的身份也就跳龙门 显得尤为高贵 据称洪秀全 也就因与她同见上帝 同属上帝子女 游士一节金兰为兄妹 称之为天妹 后来还排辞为上帝的第六女 杨宣教游士也飘飘然 对丈夫萧朝贵也就少了几分温柔 而多了几分倔强 萧朝贵在拖延天兄附身传言后 就借机对她规劝 有次甚至说她屡教不改 好逞高章 不遵天命乱言题的品性难改 当场借执行天法 则打数十大板 杨宣卿也帮着萧朝贵 借天父传言 对她规劝 惩罚 从此洪宣教不长露面 她必须按太平理智规定 只能女理内侍 妻为三从了 因为与洪秀全结拜 诗人也有称她叫红宣教的 这就是与文化人物红宣教 大见反差的历史人物 杨宣教 即红宣教原型 她为考上秀才再接再厉 可是命运多舛 考了四次仍是落地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洪秀全幼时 家庭望子成龙 节衣省时送她上门馆读书 期盼她能改换门庭 光宗耀祖 她也懂得父兄的苦心 因而读书非常用功 也会动脑筋 相传与她同桌的同学 就是后来太平军 围攻长沙时的 湖南巡抚 洛炳章 有天 洪秀全情绪激动地说 我总有一天要造反 推翻她 洛说 你要造反 我就打倒你 后来两人的话 都得到应验 出生在大地主家庭的洛炳章 要比洪秀全年长二十岁 洪秀全还在穿开裆裤时 她已是近视极地 金榜提名了 此说当然是无稽之谈 但也看出人们对少年洪秀全的性格塑造 洪秀全读了几个私塾 十六岁时就在家乡当了书师 以后十多年间 她是以俗师为业维持生活的 就在1829年 她首次赴广州应试 但名落孙山 公元1836年 洪秀全又是七年寒窗攻读 再赴广州应试 她的自我感觉极为良好 以为必取无疑 不料仍未重视 在广州时 她在街头获得一册 滑稽传教士梁发写的 《劝室良言》 带了回来 当时只稍作浏览 并没有认真阅读 一年 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考试 又落地 希望顿成绝望 忧郁成病 回到家中 因病事加重 卧床夺日 在病中 由于高烧 神志昏溃 产生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幻觉 这是她多年梦意考试 极地向往的一种折射和浮现 这时的洪秀全 说是在梦幻里 见到一个慈祥的老人 老人给了她一把剑 叫她在世间铲除鬼魔 她对父亲洪敬阳说 上帝至尊老人 以令全世的人归向我了 世间万宝 皆归我有的了 此后 洪秀全只高强 有时还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 有诗为证 鸟向小夕必如我 我今为王 世事可 身穿金屋栽尽销 龙虎将军都辅佐 手握乾坤沙伐权 斩邪刘正解民权 演过西北江山外 深圳东南日月边 斩爪四贤云路小 腾身河帕汉城篇 风雷鼓舞三千浪 异象飞龙定有天 一天 红秀全用朱笔写了一行字 天王大道君王全 于指 故意塞在门缝里 让家人发现 他说 这是做梦 上天赐给他的话 于是改名秀全 还说自己将为天王 红秀全此时的思维 并非他包含有造反愿望 他还只能视作是 不地秀才的一种想象 以此来补偿自己心里的空虚 为什么取名秀全 秀字来自原名火秀 全字为人王 通鉴说 五代诸温为堂皇赐名全中 他人多不服 说是赐名规格太过分了 改全中及人主中心也 红秀全也有所借鉴 对于此名 有趣的是 文革中也有说取名秀全 乃何王义 何王 农民领袖也 农民领袖是现代人送给红秀全 和皇朝 李自成等的桂冠 红秀全却也自命为何王 但绝非是农民领袖别解 何王者 万物之王 他后来自认为 要做天下万国之主的 但取名之时 还没有这样的超前意识 红秀全为他这场大病 耳后还编织了很多离奇的故事 不断丰富他自编自导的天兽人权理论 这场大病 对红秀全后来性格的形成颇有影响 他原来具有的语言幽默 性情开朗 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不见了 而替代的却是沉默寡言 喜怒不露于色 但稍有不顺当 就亦暴跳如雷 这也影响了日后 红秀全对太平天国的决策和治理 但他对科举仍未死心 1843年 31岁的红秀全第四次赴广州影视 又落地了 从16岁就参加科举 经历15个春秋 仍是一个无功名的童生 他是绝望了 这场影视使他想通了 行路难 一个小秀才的功名 15年都难重视 那么要重视比他高的举人 近视呢 显然是长夜漫漫了 科举之门 不是为他这样层次的人开场的 他枉然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 从此 红秀全走上另一条路 一条能找到表现自我价值的光辉之路 难道这本薄薄的 劝势良言就是从西方寻得的真理吗 红秀全被称为是近代中国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所提到的四个代表人物 红秀全 只有红秀全没有去过欧美 他甚至没有到过刚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他只读了几本与西方文化有关的书籍 那就是 旧曰 新曰和那本劝势良言 劝势良言为他的政治思维开拓 具有划时代的影响 洪秀玄原来对这本小册子 是不屑一读的 在他第四次考试落地归来 有一天 他的表亲李静芳 从他处借得劝势良言 《还书史》 即说此书内容奇迹 大大不同于中国寻常经书 洪秀玄这才将他逐字逐句 潜心细读 这是一本据基督教教义 宣传基督教的一本小册子 虽然编译得不高明 但对正在寻找出路的洪秀玄 却如荒漠得甘泉 他最欣赏的是《依神说》 劝势良言 宣扬天上只有一位真神 独一无二 他就是上帝野火花 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 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富 还说 神爷火花曰 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 洪秀玄就据此说 活学活用 从中华先秦著作所找到的上帝 加以作证 指出此西方上帝 也就是中国上帝 合二而一的 洪秀玄说 世界各地区所走的道路 本应该都是相同的 大家最初都崇拜上帝 只是西洋各国 是一直崇拜上帝 在大路上走到底 中国从秦汉一时就走了歪路 不再崇拜上帝 这是因为 妖魔建称了皇帝 他后来著书里说 而且作为太平天国根本大法 只有上帝才能称皇称帝 金人不得称皇称帝 金人称皇帝的就是妖魔 所以清朝皇帝是妖头 劝势良言给了山村殊师洪秀泉 创造性的新思维 这大概是他从西方 找到的一个真理 在天国只有上帝才是真神 其他都是邪魔 中国最终皈依在上帝名下 因此 若干年后 当那美国传教士罗孝全 来到天津时 洪秀泉就拉着他的手 走下殿来 要与他一起跪下 对天叩头 说 让我们一起来拜谢上帝吧 在洪秀泉的思维世界里 斩邪留政 最后是人人崇拜上帝 西方古谚语说 条条大陆通罗马 十二世纪三四十年代 还有句非常时髦的话 是维米奇莫洛托弗说的 我们的时代 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 洪秀泉的上帝世界共有说 有义渠同工之妙 单单是说 纸上谈真理 当然无用 因此为了将上帝和自己能天人合一 洪秀泉就联想到了自己那场梦 即六年前 因神经分裂症而引起的那场患梦 于是就用劝势良言 论证他在那场大病中所产生的种种莫名其妙的幻觉 敷衍出一个赴上天成命的宗教故事 这出生天异梦的有趣荒诞剧 为这证实是确有其事的 十五年后 即1859年 还以他那两个蛮汉庸碌的哥哥 红人发红人达的名义 向全军全民颁布 王掌兄王次兄亲耳亲目共读福音书 再次表明 在红秀泉死去两日复苏之间 乃是在上天授命到凡间旧事安民 他是鼎鼎正宗的真明天子 三年后 由红秀泉主编 其实出自冯云山之首所推出的 太平天国清定的唯一的当代革命史 太平天日 更是非常详细地叙述这个故事 此书后来刻印多部 向全军全民颁发 还作为礼品分赠访问天津的外国朋友 他的目的是要将上帝和天王合一 天王是上帝之子的绝对真理 让天下人人都知道 红秀泉从劝世良言中得到新思维灵感 还将他作为上帝传言的天书 推荐给最最亲密的朋友冯云山 和足弟红人干阅读 冯云山和红人干也都是乡村私书教师 冯云山赴广州两次应试魏忠试 红人干一次应试魏忠试 这两位与红秀泉有相同命运的不敌秀才 后来都是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极其重要人物 也都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思想家 同声相求同兵相连 马云山和红人干对劝世良言也颇有兴趣 他们产生了共鸣 彼此还经常议论 红人干日后回忆 当时与红秀泉谈论情境时说 梅雨谈经轮道 终也不愿 言笑喜怒 未尝敢搏待己身 时论时事 则慷慨极昂 多恨中国无人 应结归真 红秀泉说 他在梦中奉命和天使一起 把孔子捉拿 押解给他老爸上帝发落 1843年 红秀泉创建了拜上帝教 他只供奉上帝不敬邪神 最初参加的有李靖芳和冯云山 红人干 拜上帝教的宗旨 开始只是用基督教教义 即平等观 劝人为善 莫要作恶 以改革社会的露俗恶习 按照红秀泉所规定的 凡是拜上帝教信仰者 只能信 独一真神皇上帝 其他都是邪神 恶魔 即使儒家祖师爷 孔子也不例外 红秀泉几次考试未重 因而所产生的逆反心比 是他最痛恨的 乃是孔子 要树立上帝的绝对权威 也必须打倒孔子 在世俗社会的精神权威 大破大力 红秀泉在编造一梦时 这时又增添了一个 皇上帝痛斥 责打孔子的有趣故事 他在梦中看到 上帝怒责孔子 批评他于经书中 不曾清楚发挥真理 孔子听了低头无语 似自愧而又自认其罪 这段话后来 在写进太平天日时 更将孔子形象筹划了 梦里的皇上帝命令 还排列三种书 一种是上帝自己的书 是真书 无有差错 一种是基督下凡所遗留的书 也是真书 无有差错 再一种是孔秋所遗传的书 皇上帝对红秀泉说 这就是你在凡间所读的书 此书甚多差谬 连你亦被他教坏了 上帝因此怒责孔秋说 你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 只烦人不识我 难道你的声明比我还响亮吗 孔秋开始强词夺理 后来自知理亏 无话可说 这时天凶基督 也责备孔秋说 你编造出这样的书教人 连我的胞弟红秀泉读了 亦被他教坏了 天使们也异口同声斥责孔秋 孔秋见天上人人都责备他 他便私逃夏天 妄想与妖魔头一起躲藏 上帝急拆红秀泉和天使追纳 将孔秋捆绑压界由上帝发落 上帝更为震怒 命天使鞭挞孔秋 孔秋跪在基督脚下再三讨饶 鞭挞甚多 孔秋哀求不已 红秀泉鞭挞孔秋之说 颇得人心 后来广大的拜上帝会成员 包括布什字的文盲和略什字的半文盲 都拥护这个故事 他们极大部分都是穿短衫的庄稼汉和烧炭工 即使有穿长衫的小知识分子 也多是和红秀泉相同的 没有任何功名的读书人 十年寒窗一场空 如卢贤拔 增水源 增兆扬 人以群分 他们也都蕴含有磕场诗意 而产生痛恨孔子的逆反心理 在封建社会 书院私塾和学工都设有孔子牌位 孔子是读书人的最高偶像 是精神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威 红秀泉却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孔子做决力 他将自己私塾正桌供奉的孔子至圣仙师牌位 当着学生面撤出 接着 当他接纳冯云山和红人干进入拜上帝教时 又分别将两人书书中的至圣仙师牌位撤出 红秀泉对孔子牌位行为 真可谓是史无前例 他虽然立即遭到家乡父老和世俗社会的强烈反对 但却为他日后开拓发展拜上帝会 打好必要的基础 打倒孔子 孔子是红秀泉打倒的第一个邪神 也是对缺乏文化的民众最有号召力的一个非常行动 身无分文 靠贩卖笔墨图小粒做旅费 云游四方 红秀泉创建的拜上帝教 捧出一个洋化的皇上帝 他在传统文化农醇和鸦片战争后 广东沿海地区 很难取得人们崇拜和尊敬 相信他的人是辽若星辰 家乡父老指责红秀泉是不务正业 拜上帝是从藩 藩 藩邦 即指外国 后来太平天国称外国也就是藩 1844年春 红秀泉家乡浮入水村欢度登节 举办迎神赛会 红秀泉和红人干 因为拒绝乡亲父老所主写诗文或对联歌颂神仙偶像 又兼在去年撤去私书孔子排位等时 受到指责刁难阻挠 这时 他们更感到在家乡很难展开拜上帝教活动 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们决定云游花县周边地区 宣传拜上帝的好处 这年四月 红秀泉 冯云山等外出传教 寻找能崇拜上帝不拜邪神偶像的同志 红人甘比红秀泉年轻九岁 家人不许他远行 他们一行沿途贩卖笔宴 以烧货的薄力充履费 一个多月 风尘仆仆地行走了广东十几个县 收效极为 红秀泉和冯云山继续西行 赴广西传教 行行赴行行 他们到过瑶族聚居的八排山 也在秀丽的荀江上运行 最后到达桂县赐古村 在红秀泉表兄王胜君家落脚 红秀泉冯云山 在赐古村展开了拜上帝教活动 赐古村民 大多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 操客话 持客家风俗 红秀泉家族 本意是从广东 嘉应州 梅州前来的客家人 彼此语言习俗相通 这使他们狠意相处 也教义相信和接受 教人真心拜上帝教 有福祥 迷信鬼神落地狱 在赐古村的五个月 竟然有一百多人 接受了洗礼仪式 其中也包括王胜君兄弟五人和子侄 也都高高兴兴地接受洗礼 参加了拜上帝会 所谓红秀泉式的洗礼 就是依照最基本的宗教仪式 以水浇头 自施洗礼 千里之行必有收获 这是红秀泉冯云山获得成功的开始 至今赐古村民 还传送从前辈口碑中流传下来的 红秀泉形式 红秀泉身材高大 面红红的 坐在椅子上满满的 赐古村的大河厂 从前曾是一个小围厂 红秀泉常常在晚上到那里向人传教 民间传说 红秀泉在那里打了一口井供人饮用 因为王家经济贫困 红秀泉和冯云山 又先后离开了赐古村 冯云山去了桂平 红秀泉打道返回关禄布 这份几千字的原道绝世训 堪称是圣经知识 与本土实际结合的新产品 破旧利新 凡是要推翻旧的政权 必须要制造自己的理论 红秀泉回到家乡 在以后的一年零八个月里 一面继续做私书熟诗 一面就埋头写作 他要思考这几年拜上帝教活动 将实践善化为完整的理论 1845年 他终于写完了原道旧事歌 原道刑事训两部著作 原道旧事歌约二千字 他劝人要做正人 提倡政治上人人平等 打破封建制度的等级特权 原道刑事训一千二百余字 提倡男女平等 贫富平等 他根据皇上帝天下凡间 大共之父基本原则 说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是姐妹之群 有诗为证 天父上帝人人共 天下一家自古传 盘古以下至三代 君民一体敬皇天 原道旧事歌 上帝原来是老亲 水源木本集寻真 量宽异国皆同国 心好天人亦世人 寿畜相残还不易 相邻互杀断非人 天生天养和为贵 各自相安享太平 原道行事训 洪秀全这些平等思想 显然比古中国农民宣传的 君平平均是大大前进了 他已含有西方基督教文化 所支持的博爱因子 但是洪秀全当时的基督教文化上 还只是那本劝劝良言 而且对他也不是断断都弄懂弄通的 他的思维定势 无非是打着皇上帝的 堂而皇之之旗帜 号召能在中国建立一个 理想的地上王国 1847年2月 洪秀全和洪人干专程赴广州 向美国晋礼会传教士 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 他第一次读到圣经的新约 旧约原本 附带也接触到西方的若干历史 地理以及阴阳地一类的 全部西方科学文化 这就是洪秀全找到的全部西方真理 四个月后 洪秀全回到家乡 将读得的圣经知识 和本国实际相结合 完成了他又一部代表作 原道绝世训 原道绝世训近四千字 他把广大民众当权者 分别幻化为宗教领域的神和妖魔 神妖不共戴天 在迷信神权的封闭世界里 给广大民众一种敢于造反的勇气 使他们敢于反对偶像 值得注意的是 洪秀全在文中特别推出一个 所谓阎罗妖 他说 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 最多作怪多变 迷惑缠桌凡千人灵魂 为要人注视 还将阎罗妖三子的四周 加上一个别致的方框 为一个名词四周加框 这在过去古籍里是没有的 现见的太平天国颁发的印刷品里 也是指此一处 别无分点 这也是洪秀全的别致创造 洪秀全的三篇著作 1852年 太平天国将它合编成集 取名太平诏书 作为领袖重要著作 捐客出版 后来有多次重刻 当时印术应该是很多的 但因为印之过烂 识人和收藏家出于偏见 也忽视它应有的文献价值 加上战争的毁坏 致使它和其他太平天国印刷的书籍 积多在国内残缺无疑 以致像现藏于德国普鲁士图书馆的这本太平诏书 出客原版本 可能也是沧海遗珠了 1847年8月 洪秀全再赴赐古村 表兄王胜军等对他说 冯云山已在紫荆山建立了牢固的据点 传教事业兴旺发达 发展了两千多名拜上帝会众 几日后 洪秀全来到紫荆山 冯云山喜出望外 前来迎接 现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理论 和冯云山的实践行为有机的结合 看来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了 太平天国十四年 以人性解读历史 以历史印证人性 挖掘被掩盖的关键细节 还原真实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十四年 全面展现晚清中国的波兰激荡 与社会变迁 冯云山脱下长山当短工 同吃同坐同劳动 什么苦活都干 1844年7月 冯云山和洪秀全 在桂县赐古村分手后 来到桂平县 他要寻找能在广西 继续活动下去的门路 但却截然以身没有一个朋友 全凭个人的坚强毅力和意志去开拓 后来听说县北有座紫荆山 觉得是个发展拜上帝会的好去处 就决定前去 紫荆山区是一个群山环抱 形势十分显要的地方 山区里有包括西北面的白马山 双济山 西南面的彭爱珠山 西面以双济山为孔道 南面以封门澳为门户 群山罗列险峻威峇 冯云山从桂平复紫荆山 先到了新须 新须是一个大市集 他站在牛行大榕树下 等人来雇佣 直到日落西山要散极了 还没有雇主 只得再向北走投诉古林社 古林社是个紫荆山口的村落 第二天 冯云山为求谋生 就借了个奔机 扁淡 在荒野捡牛粪过火 他拖下长山当短工 有时挑泥挖土 有时割喝打鼓 什么苦活都干 在劳动中 他接近周围的劳苦大众 宣传百上帝解脱苦难 并对前程万里充满信心 常吟诗明智 其中一首诗 孤寒到此把身藏 无时无一也着忙 时分生涯来度日 他年得志姓名阳 有一天 冯云山到奸生 曾怀英家去帮歌道 挑道回来 汉流加倍 熏风难来 一阵凉爽 他一时高兴 随口朗诵道 南风之熏喜 可以解无名之运喜 南风之时喜 可以负无名之财喜 这首古风 相传是于顺所作 曾怀英正躺在窗下 周榻乘凉 听了很是诧异 他问冯云山 你读过书吧 为何到这里来做故宫 冯云山说 我曾读书影视 在碧乡做书师 只是九阳 紫荆山旗水秀 想来观光 但人地生疏 不做故宫 便无缘前来 冯云山侃侃而谈 指点京史 了若指掌 曾怀英听了非常静服 这年冬天 他推荐冯云山 进紫荆山 在大冲做书师 当时大冲附近的平在山 聚集了很多 以烧炭为生的穷苦人们 冯云山就常去那里 向他们问鸡问寒 宣传上帝最爱护穷人 人人都是上帝儿女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应该同拜上帝 拜了上帝 人人有义有食 无灾无难 他的话引起诸人认同 这样 他因是力道 把他们组织起来 在平在山 创立起拜上帝会组织 由此联系到天情道理书 大张旗鼓 宣扬杨秀卿 萧朝贵的苦出身光荣 以贫穷 作为骄傲的政治资本 也就可以理解了 平在山拜上帝会成员 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 没有他们 很可以说 太平天国运动 就不可能像几年后那样轰轰烈烈 惊天动地 席卷大半个中国 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 就有卢六 杨秀卿 萧朝贵 卢六是紫荆山 高坑充人 壮族 是冯云山进入紫荆山时 第一个参加拜上帝会的成员 他还帮助冯云山联络 组织当地烧炭工 农民 冯六的家就是最早的联络站 冯云山 以及后来晋山的红秀全往来的落脚点 杨秀卿出生在彭爱山下 新村附近 东旺冲一个农家 从小生活就非常艰苦 太平天国观书 天晴道理书说 治疲莫如东王 治苦亦莫如东王 生长深山之中 五岁失户 九岁失事 灵丁孤苦 困恶难堪 足见天父将将大任于东王 使之左府真主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乃天之穷恶我们东王者 正天之所以欲成我们东王爷 杨秀卿出生穷苦 孤苦伶仃 相传他只有一个早就原嫁的姐姐 太平天国史书里的东王兄弟杨富卿 杨雄卿 杨元卿 杨润卿等 都不是他的金兄弟 或家庭血缘圈成员 那是他看着其他几个王兄弟成行 家族兴旺 为了别苗头 拉山头 拉同性的人 全称为家庭成员的 如杨甫清 原名杨金生 辱名阿七 人称杨七麻子 本系1851年 随兄杨根源 在广西永安州 蒙山 参加太平军的 萧朝贵 平在山人 因他继父萧玉胜 乃是自武轩前来 所以通常把他定为武轩人 他也是烧炭为一 天晴道理书说 西王辟除山鱼 自耕而始 自残而依 其境之逆 欲之强 难以眉举 他也是在自然经济社会圈子里 过着衣食不足的艰苦生活 冯云山对杨秀卿 萧朝贵 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他们经常常谈到深夜 冯云山发展杨秀卿拜上帝 并没有小知 防止蛇虎伤人的大道理说教 而是因人施教 他对杨秀卿说 你以烧炭为一 事无出路 长此下去 只有苦一辈子 不如大家共图大事 求谋根本出路 还说 凡是立大志的人 多能成大事 自古以来 不少为人 都是从穷苦中起来的 我们能结成患难兄弟 创立拜上帝会 发展会友 共图一举 就必有出头之日 千万贫苦人民 亦可得救 太平天国革命 在广西调查资料汇变 这话是后人来追忆 很多掺进了现代人的思维和语言 但仍可找出杨秀卿 萧朝贵 这些人 穷则思变 一张白纸 可以会美丽的图画的渴望 他们所处的困境和社会地位 是狠易接受冯云山语言而产生共鸣的 越穷越要革命 由此联系到天晴道理书 大张旗鼓 宣扬杨秀卿 萧朝贵的苦出身光荣 以贫穷作为骄傲的政治资本 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在太平天国领袖的共识 为穷苦者对败上帝事业最坚定 最忠心 这是太平天国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 也是日后极其宽厚元老级干部 暗自论背的一大原因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忧郁 在太平天国建都天津时 就设立颇为别致的薰卫制度 凡在今天参加庆祝天王生日起义的 无论职位大小与否 都可在官职或姓名前 冠仪功勋加仪等 凡今天出发以后 从永安州突围北上 在到达南京前参加的 无论职位大小 都可惯以功勋 他也算是一种平等 但只是靠资历受勋为 这种荣誉称号 也是后来任何人建有任何功劳 都不能代替的 因而在今天起义前的 拜上帝会成员 更以建资格佬 倍加宠誉 那是在太平天国前夕 还未形成气候的一批人 在曙光还未到来时 就参加了拜上帝会 足见有信念 有远见 义无反顾 忠贞如一 凭这点资本 也就够格了 为了嘉奖 太平天国还不断提高 元老们的关接 现建的 1860年12月22日 以幼主赵旨名义 所颁发的天子号 红头文件 内有平在山寻旧 巨生风一绝 也就是说 凡是当年冯云山 进入平在山 所发展的拜上帝会成员 不论是谁 没有升天上流人间的 或者是升天的 都享受同样级别待遇 在这里 人人都在同一台阶上 活着的 即使是安居天经 宝石终日 无所用心的 死去的 为一方统帅 功劳极大 如林凤翔 增天养 也都暗序并列 一律奉为义绝 义绝在当时 关节是非常高的 仅次于王绝 他也是与平在山 寻旧的高规格殊荣 天条书 人手一策 男女老小都要背诵 不能熟记者 斩首不饶 1842年8月 洪秀全自广东家乡 来到广西 贵县 赐古村 王胜君家 当他了解到冯云山 在桂平紫荆山 建立拜上帝会 已是生根 开花 结果 皈依入教 竟有两千余人时 十分高兴 两天后 他在表执 王维正 陪同下 到紫荆山 找冯云山 在高坑 大冲 卢六家 阔别三年的好朋友 见面了 洪秀全更是高兴 冯云山 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他在紫荆山 传教非常辛苦 往来奔波 但他从不突出个人 却都是打着洪秀全的喜好 疏通民众开展工作的 紫荆山区民众都知道 有一位洪先生 却从不见其人 人们越是没有见到过洪秀全 也就越想见到他 因此随着冯云山工作的 顺利开展 蓬勃壮大 洪秀全的名望 也就自然树立起来了 他被公认是上帝的代言人 救世主 拜上帝会的正宗教主 现在洪秀全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将他从花县家乡 带来的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 原道绝世训 三篇大作传播 他和冯云山 也许还有其他人 如曾水源 卢贤拔 曾昭阳 和何振川 他们都是平在山 拜上帝会老兄弟 有点文化 四人中除了何振川是秀才 其他三人 都是没有功名的落魄书生 大家日夜抄写了多份 四处散发 扩大影响 这样 坐着洪秀全的威望更高了 在紫荆山周边的向州 玉林 博白 柏白 桂县 藤县等处 都知道洪秀全先生 当时远在藤县大离乡的故宫 李以文 李秀成 就是 他后来回忆说 每村每处 皆喜有洪先生而已 到处人人恭敬 拜上帝会的队伍又扩充了 更多的是举家举足参加了拜上帝会 这是拜上帝会凯歌行进时期 参加者不仅有农民 烧炭工人 也有地主 其中就有曾天阳 曾天阳是紫荆山茶调村人 也有说是古林社人 他家每年可以收租二百四十单 在拜上帝会的浪潮中 他和兄弟曾天告都是举足参加了 他们是从广东惠州来的客家人 当时紫荆山 桂县龙山 纳邦 陆川陆英 博白汉澳等地 都是有客家人密集的聚居区 洪秀全和冯云山 以客家人特有的风土人情 语言生活习惯相通 更有力地发动和组织 他们参加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队伍仍不断在扩充 现在摆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等面前的任务 是如何组织这支队伍 仅仅是靠尊敬 信仰上帝真神和权威 那是不够的 要有一个人人都需遵守 奉行的条规约束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洪秀全是绝对聪明的人 这几年他就为拜上帝教编制过不少教义 和有关通俗读物 如百政歌 再到紫荆山后 他目睹星罗旗部于各处的拜上帝会众 决定编制一部条款 让人人遵守各个执行 他就是后来太平天国 年年重刻的天条书 当时洪秀全在紫荆山事务繁忙 常有教徒找上门求教 开导 于是他躲在桂县乡间闭门编写 白天睡觉 夜间读书教权 经考虑再三 终于写出了通俗易懂便于记忆 切合实际的天条书 天条书分两部分 每个部分都是每个拜上帝会成员 和后来太平军将士 必须无条件执行的 他的第一部分 乃是清定的对上帝祖先 祷告时所采用的文字范式 如毁罪规矩 毁罪奏章 朝晚拜上帝 食饭谢上帝 灾病求上帝 凡生日满月 嫁娶一切即时 祭告上帝 凡作造 作乌 堆石动土等事 祭告上帝 升天祭告上帝 七日礼拜赞颂上帝 等等 这些对上帝的祷告 其中多篇是人人必须诵读的 如早请示 晚会报的 朝晚拜上帝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 祈祷天父皇上帝恩怜救护 十次圣神风化恶心 永不准妖魔迷蒙 十时堪顾 永不准妖魔侵害 托救世主天兄 耶稣赎罪功劳 转求天父皇上帝 在天圣旨成行 在地如在天焉 福准所求 心诚所愿 又如三餐饭前 都要起立 鞠躬如也 背诵食饭谢上帝 感谢天父皇上帝 祝福日日有衣有食 无灾无难 魂得升天 第二部分是所谓食款天条 这是红袖泉仿自旧约 出埃及记 第二时上的摩西石界 他的内容有 崇拜皇上帝 不拜邪神 不忘提皇上帝之名 七日礼拜 要送赞皇上帝恩德 孝顺父母 不杀人害人 不奸邪淫乱 不偷窃抢劫 不讲谎话 不起贪心 十款天条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全心全意地 崇拜皇上帝 不得拜邪神 即借所谓皇上帝的绝对权威 奉行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统一步调 统一指挥 建立一日在红袖泉领导下的反清武装 后面六条就是原则 原道就是歌 所举的六不正条例规定 他在平时可冲作 拜上帝会成员 和后来的太平军将士生活规则 战时就变为军事纪律了 太平天国领袖们非常注重天条书 视为根本大法 为保证执行 后来还在太平刑律 作有规定 凡天条书中各条 如有违反 斩首不留 更有甚者 他还规定 每个将士 不论老幼大小 都需 都需背诵背熟天条书 太平刑律就列有 凡兄弟 俱要熟读赞美天条 如果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 斩首不留 十款天条不能熟记 也要看头 这说明 太平天国刑律过严 但也从另个侧面说明 太平天国对他的重视 这部天条书 堪客遍布 美馆一册 后来是人手一册 供男女老小朝夕诵读 人人都要背诵 它是太平天国书籍 发行量最多的一种 红袖拳脚步 刚踏进肝王庙堂 就神经兮兮的大声喝道 朕是真命天子 耳食的朕吗 红袖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 必须要确立皇上帝的绝对神权 那就要捣毁原有的庙宇 使广大民众只拜上帝 不拜邪神 当时在紫荆山地区 到处都设有社坛 立神庙 仅从大冲到三江围的十五里路 就有盘王庙 雷王庙和狼场庙 在大黄江口的孔圣村 几十户人家 就夹杂了李家庙 刘姑庙 金莲寺等三庙 神庙至次临笔 向锁链穿穿在人们的心灵 洪秀全决定要捣毁神庙 他选择了向州的甘王庙 甘王是当时广西城乡信奉面甚广的杂神 自奉他的庙宇遍及贵平 武宣 永安和向州等州县 民间流传向州 大张谷车村的甘王庙最为灵验 据说 有次向州州官路过 甘王显灵 把他拉下了轿 要他送龙袍 州官送出龙袍 甘王才放他过去 还说甘王不准闲人对他平三论四 否则他便作怪 搞得人们不得半点安宁 洪秀全停后 与风云山商定后 就选择了甘王庙 作为第一座杂篮对象 洪秀全等人是很有头脑的 当地的紫荆山雷王庙 香火比甘王庙还要旺盛 兔子不吃窝边草 喂的是暂时避免 本地人的务实和冲突 1847年10月的一天 秋高气爽 云淡风清 洪秀全 冯云山和卢六等人 走了百里地 来到了向州古车村 正好这天清晨 州官为甘王神像 披挂新袍 礼献仪式结束 洪秀全找了一根长竹竿 脚步刚踏进庙堂 就狠狠地向甘王偶像 一杆子 大声喝道 朕是真命天则 二十的朕吗 接着又泪声骂道 丁友 1837年 朕升高天 朕天父上主皇上帝 命朕同众天使 占出你们一切妖魔 而今好速速落地狱矣 他又数点了 甘王 感冒上帝功劳 迷惑上帝子女 等十大罪状 说这是天理难容 因而必须把他送进地狱 永世禁锢 说完 就与冯云山等人一起 推倒偶像 挖去眼珠 砍断手脚 还将龙袍撕得粉碎 痛快之余 洪秀全在庙壁上提诗一首 提诗行习赤干腰 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 欺瞒上帝犯天条 弥禅难复雷当劈 害雷世人火定烧 坐宿潜藏归地狱 兴风启德挂龙袍 冯云山也在墙壁提示一首 奉天讨伐此干腰 恶孽昭彰罪莫逃 破我弟妹成敬拜 又无弟妹乐歌谣 生身父母谁人打 长手挟施自我抛 该处人民如害怕 请从土壁读天条 在墙壁上 他们还抄写了天条 和此妖永不准在世 作妖作怪 迷惑害累世人等不告示众 红秀泉等砸烂肝王庙后 引起了很大反响 当地官身原先要捉拿肇事者 但汉语拜上帝会人多势众 就借所谓肝王附身某儿童传言 死等人皆是诚心的 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你们只要重修我的神像 便算了事吧 他们虽借助邪神 自搬梯子下台 稀释宁人 但是这样一来 却增添了拜上帝会 和洪秀泉的高大形象 正如瑞典传教士 韩文山 在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说 自砸烂肝王庙后 洪秀泉生育大起 信徒之术加增更负 两个月后 冯云山带同杨秀卿 萧朝贵等人 去砸烂雷王庙 他们选择雷王庙祭祀时 手持刀棍冲进庙堂 冯云山故意发问 菩萨的胡须是怎样来的 有人回答 是生成的 冯云山说 不对 是安装上去的 说着 他跳上暗桌 就把菩萨的胡须扯了下来 又把偶像打碎在地 冯云山等人砸碎雷王庙神像后 鼓舞了更多人的勇气 强化了对上帝会的信任 但也得罪了地方豪身 因为雷王庙庙董 是诗人村王作新 王作新当然生恨 跳出来找冯云山捣算 萧朝贵带天兄传言 要会众深信杨秀卿的 戴天父传言 要站稳立场 坚持到底 跑路跑到尾 莫转左转右也 早在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 在大冲社馆做书师时 他因为有学问 引得附近一些读书人 前来拜访 其中也有十人村地主 王作新和他的堂兄侄子 他们也常来书馆 一起吟诗应酬 冯云山是很有远见的人 为了能考虑有个安稳之处 他没有采取过激的做法 在书馆正堂 还设立过孔子牌位 并在牌位两侧 写了一副对联 四水文章流四水 泥山木多镇惊山 过了些日子 他见拜上帝会工作 开展顺利 愁愁满志 又兴致勃勃地 写下了一副对联 暂戒荆山七彩凤 辽江子水活蛟龙 他把这副对联 贴在书馆正门上 王作新看见了 认为冯云山的口气大 有造反思想 这时正逢冯云山等人 砸了雷王庙 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由此以为找到了理由 立即带同团练 逮捕了冯云山 卢六文训 带同拜上帝会众 中途夺回了冯云山 王作新就直往贵平县衙 控告冯云山 迷惑乡里结盟聚会 践踏设计神明 要求严拿正办 贵平之县王烈 成于当时社会动荡 就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将此事不了了之 王作新见告状未准 干脆再次纠集团练 将冯云山和卢六 同时抓走 押送到大黄江巡检司王姬处 王姬受贿 又将他俩送到贵平县衙 冯云山被捕后 正在贵县龙山的洪秀泉 立即赶回紫荆山 设法营救 他考虑很久 决定到广州 请美国传教士罗孝泉 通过罗孝泉 向梁广总督齐英 说明拜上帝无罪 要求释放 因信教而入狱之良友 1848年4月 洪秀泉赶到广州 他在罗孝泉处住了三个月 罗孝泉并不热心于 营救风云山 而齐英也不在广州 这样希望采用 以自上而下的通天办法 是完全落空了 冯云山卢六 关锦牢狱 坚强不屈 不久 卢六病死 他是太平天国建立前 第一个杀身成人的人物 而在天经诗县前夕 他被追封为古王 在狱中 冯云山反控王座心 势金横角 驾提寻害 给贵平之县 宋师三首 成求身学 一首揭露王座心 凶恶成性 陷害好人的阴谋 一首申遍几冤 一首说明 人人当拜上帝的道理 冯云山是财学俱优的多面手 在狱中 他还创制了一部天力 后来他就成为太平天国 颁布通行的天力 天力一年三百六十六日 一年十二个月 单月三十一日 双月三十日 一年二十四节气 每月一节一气 月首为节 月中为气 每年正月初一 元旦为立春 为一年春节的第一天 四月初一日为立夏 为一年夏季的第一天 七月初一日为立秋 为一年秋节的第一天 十月初一日为立冬 为一年冬节的第一天 四季分明 对于农业劳动相当便利 平在山拜上帝会众 因冯云山在狱 洪秀全赴广州 群龙无首 人心有所涣散 就在这关键时刻 杨秀卿挺身而出 他采取了当时民间流传的 降童术 团结会众 教育会众 所谓降童 就是假托鬼神 降妇人身传言 从事这项职业的假托者 带鬼神向人们传言 传言时 假托者向煞有鬼神附身 扮演得如醉如痴 胡说八道 南风客家人居住地区 多有流行这种陋习 1848年4月6日 平在山拜上帝会众 举行拜会时 杨秀卿突然装风卖傻 制造新的造神运动 说是天父下凡紫荆山 开始了第一次附身传言 此后 他根据不同时空的需要 又多次扮演 带所谓天父传言 要大众不要为妖言所获 要遵守天父之命 坚定不移地信仰拜上帝教 放胆紧跟万国之王洪秀全 杨秀卿还将从洪秀全 冯云山处听来的 基督将士替人赎罪 待世人受苦难的教义 为自己发明了替世人赎病法 天晴道理书说 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 并不知真主所在 仍然叛逆天父 礼仪大将瘟疫 病死天下之人 而天父又大发仁慈 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 故特差东王下凡 待世熟知 他装得不吃不睡 口牙耳聋 宁愿自己受苦 以求他人健康 这种莫名其妙舍身为他 毫不利己的精神 在缺乏文化 没有科学的封闭山区 确实是很能感动贫固大众的 这样他的威望更高了 他的戴天父传言 也是拜上帝会众 坚定意志 团结意志 他的功能 在当时是难以评估的 半年后 即十月五日 萧朝贵也假托天兄耶稣 附身传言 萧朝贵的传言 要会众深信杨秀卿的 代天父传言 要站稳立场 坚持到底 跑路跑到尾 莫转左转右也 此后 杨秀卿和萧朝贵 就成为所谓天父天兄的 正宗代言人 频繁地向洪秀全 和其他高层次成员传达 输送来自上天的最高指示 也就是 他们自己所执着的意愿和思想 萧朝贵也真够聪明了 乘着戒天兄传言 说洪秀全是太阳 他的妻子们是大小月亮 1848年十月 冯云山走出了贵平监狱 杨秀卿 萧朝贵为核心的 平在山烧炭工 即使非常贫苦 但为了能够营救 冯云山出狱 个人还是从自己微薄收入里 挤出一点钱 集业成球 筹集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银子 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 常提及的科探钱 交由当过宋师的拜上帝会成员的黄玉坤 向衙门行会 贵平支县于是从心发落 判定冯云山为无业游民 宋借园吉花县管制了事 于是派了两名差役 押解冯云山返回广东 途中 冯云山以他的才智宣传拜上帝会 同一同时的好宗旨 揭露衙门腐败 规劝两个差役改邪归正 这两个差役深受感动 竟要冯云山带同一起上紫金山 参加拜上帝会 他俩的名字没有留下来 但这段故事却写进了太平天国官书 供全军全民送足 冯云山回到紫金山 还来不及过问杨秀卿 萧朝贵 代天父天兄附身传言的极为新奇情事 就启程上广东找红秀卿 冯云山刚走不久 红秀卿回到紫金山 德西冯云山东返 他就留在紫金山 这时红秀卿已知悉杨秀卿 代天父附身传言时 而且亲临其境 接受他的传言 眼见杨秀卿 以他在平在山的群众领袖威望 代天父传言 使拜上帝会中 有了牢固的精神支柱 重新奠定和强化了公众 对天父和拜上帝会的信任 特别是第一次宣布 红秀卿是万国真主 承认和支持红秀卿 为最高领导人 并昭示了建立拜上帝会的目的 是要打天下 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 杨秀卿对红秀卿的尊重和推崇 又能获得与红秀卿思维认同 严从新生 这使红秀卿很是高兴 因为杨秀卿的代天父传言 起到更大的教育和团结汇众作用 也是唯一能为天父传播最高指示的代言人 红秀卿毫不迟疑带头接受 承认他是合法的 正宗的 也因为有杨秀卿随时随地地带天父做传言 红秀卿也不再借做梦上天聆听天父传言了 若干年后 为了纪念杨秀卿代天父传言 红秀卿还把他首次代天父传言的这天 作为国定节日 即爷将节 有诗为证 三月初三爷将节 天国你来是一家 杨秀卿通过借天父父身传言 从此地位骤变 他在名义上仅次于红秀卿 而实际上却是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 半年后的一天 萧朝会突然在某次集会上神知不清 装疯卖傻 说是天兄耶稣父神传言 萧朝会的传言 是为巩固红秀卿最高领袖的定位 当时红秀卿回紫荆山不久 集合所谓赴萧朝会身的天兄 做了一番就高层次人事安排的 神与人的有趣问答 天王语啊 天兄 太平时 军师是谁货 天兄语啊 冯云山 杨秀卿 萧朝贵 巨士军士也 红秀全包帝 日头是尔 月亮是尔期 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 杨秀卿亦有三个星 萧朝贵有两个星 杨秀卿萧朝贵 他二人是双缝朝阳也 即 藩国 亦有一个军师 天王语啊 他姓什么 天兄语啊 姓蔡 天王语啊 既来中国否 天兄语啊 木下还在藩国也 天父天兄 圣旨 小朝贵在对话中 借天兄传言 有意将红秀全 说成是太阳 他的妻子是月亮 所以后来红秀全 乃以天王红日字语 即天王是红太阳 妻子名为月公 正公是正月公 又正月公 偏空是赴月公 又赴月公 此外的几十个妻子 都称为小月公 月公 即月亮 他们也都绕着红太阳转 如此称呼 真也是中华独一 前无古人了的 传言为 红秀全安排了几位军师 他从旧里仍将最早在紫荆山传播道里的冯云山放在第一位 是三星级军师 杨秀卿名列于后 小朝贵更后 且是二星级军师 此后 小朝贵又多次借天兄传言 继续强化红秀全最高领袖的定位 他是不允许怀疑和动摇的 联系到红秀全认定萧七 杨宣娇为美 则很可视为 这是红秀全的反弹 联合平在山会中的另一领袖 萧朝贵 与杨秀卿的戴天父传言抗衡 由此淡化杨秀卿至高无上的传言绝对地位 红秀全对萧朝贵的行为是很感激的 后来就把萧朝贵首次戴天兄传言的这天 命为歌将节 并说 九月初九歌将节 靠歌脱罪即当初 他对萧朝贵很有由衷之情 当萧战死后 还把萧作为勇敢善战的最佳模式 要人人向他学习 爱屋即屋 萧朝贵和杨宣娇生的保卫儿子 习绝又西王的萧有和 也倍加重信 太平天国晚期 相军死困天经时 萧有和已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了 略懂人事 洪秀全就位以军国大事 还规定 凡是上奏一切内外本章 都得灵以又西王精印 自己方可过目 因此李秀成说 我天王是一众又西王 孝有和 一众就是第一众用 又说 天王还曾口遇 又西王出领 又不遵又西王令者 何朝诸之 李秀成供辞 同患难易 此时此刻 洪秀全和杨毅 是步调一致的同路人 可以并肩为兄弟 战友 但聪明的洪秀全理应清楚 皇上帝是他创造发现的 这些烧炭工能懂什么 他们说的天话 其实是鬼话 但为了既得利益 又求得拜上帝会成员认同 即使如冯云山那样 有点创造思维因子的知识分子 也是要装得诚惶诚恐 深信不疑 而不愿点穿的 红秀全也坐如是官 1949年3月 红秀全又赴广东 当时紫荆山等拜上帝教地区 已经开炉柱铁磨刀祸祸 红秀全选择在此时回乡 根据天兄附身的萧朝贵和他谈话 似乎在起义时 要争取向罗孝全这类外国传教士支持 但从后来迹象看来 红秀全的用意是找冯云山策划起义 即人事领导权势 在花县家乡 红秀全将他认同杨秀卿为天父传言 萧朝贵为天兄传言 是说与冯云山 并取得他的共识 冯云山可能这时已将完成太平天事 太平天日唯妙唯孝地写了红秀全得梦上天 天父派他坐镇小天堂 为天下万国真主 他梦醒后就说 朕是太平天子 斩邪留政 太平天日的下线只写到1847年 杨秀卿带天父传言前夕 文中没有杨秀卿萧朝贵名字 他主要是许说旧事 说红秀全当天王的君权神兽 他忍无以替代 取名太平天日 日者就是太阳 即是为红秀全做前传 他写的红秀全 此时虽还未走上神坛 却已是那么光芒万丈了 带着某种目的 为活着的人又是为尊者写传 他必然多参有水分 这也是难免的 同年七月 红秀全风云山 带着太平天日回到紫荆山 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了 红秀全说 天父上帝也有大小老婆 只有他和耶稣杨秀卿 乃是大老婆圣母玛利亚所生 星火辽大圆 1849年 以紫荆山平在山为核心的 拜上帝会圈 已经扩大到整个山区内外 桂县 桂平 平南 伯白 武轩和广东信仪等地 都分别建有拜上帝会组织 并出现一批领袖式人物 其中桂县龙山地区 是石达开和秦日刚 石达开也是客家人 世代艳农 石达开没有功名 但系读书 据说在十二岁时 就喜欢读孙子兵法了 长大后仗义书才 人称为小宋功名 他大概是1847年 东与红袖拳相识的 石达开身材高大 黑面高拳 微姿多发 目光炯炯 颇有身材 相传红袖拳 初访石达开 路过石龙围 在粉摊用餐时 同桌有位相貌堂堂的年轻人 就问 你是哪里人 答道 其实那帮村 红袖拳高兴地说 好极了 我正想到七十去 对方发问 你赴七十那帮村做什么 红袖拳说 要去寻访一位叫 石达开的英雄豪杰 那人听了很高兴 但不露声色 只是说 我也要去找石达开 跟我去就是了 两人来到那帮村 石达开家 红袖拳方才知道 此人就是石达开 惊喜交集 两人相见恨晚 久逢知己 做了很长时间的夜谈 当时石达开还只有18岁 要比红袖拳年小16岁 他们堪称是望年交 秦日刚也是贵县人 有说他在龙山银矿当过矿工 是矿工的首领 龙山矿工有一千多人 几乎都是拜上帝会成员 津田起义后 都跟着走了 矿区也就报废 秦日刚身材魁梧 面长有姿 船没巨口 他很早就参加了拜上帝会 但成为核心成员要持下 在贵平津田村的维昌辉 和平南山人村的胡一晃 成为拜上帝会成员 要更持下 犹如鸡心 他们都是后来者居上的 维昌辉是在1849年初 参加拜上帝会的 当时拜上帝会准备武装起义 缺乏充沛的财力 杨秀卿 萧朝贵等就积极物色 在地方有影响 有钱财 又能支持拜上帝会的财主 最符合理想的就是维昌辉 维昌辉父亲 盼望重举改换门庭 但维昌辉屡次应事 连秀才也没有得到 于是出钱捐纳了个奸生 但他家仍受到欺凌 相传维昌辉捐得奸生 挂成君尽是贬 与他家有仇的谢姓地主 成叶将贬上成君二字消去 一日还当着众人面指责健忘 并把贬打掉 维家妇女外出挑水 故意叫她们是尽氏夫人 借一取笑 维家受辱于家乡 丢尽了面子 于是举足参加败上帝会 胡一晃是无秀才 家是大地主 他曾到省城桂林应事 无举考试 物意高超 但在最后一场比试弓箭时 用力过猛 竟将硬弓拉断 手臂扭伤 而名落孙山 他落选后 长寿仇家卓某奚落嘲笑 卓某是与官府有来往的土豪 一天 胡一晃骑马路过卓家 被拉下马来推进牛圈 夹住脖子 给他剃了一个阴阳头 胡一晃深受侮辱 就全家参加了败上帝会 韦昌辉和胡一晃等参加败上帝会后 就慷慨地拿出所有的家财 提供给败上帝会 购置军备物质 他们还分别在自己村子里 打造各式兵器 如传统的刀枪等冷兵器 当时韦昌辉大宅就开了十二座铁炉链铁 日则打羹具 夜间铸造兵器 便把铸好的刀枪等 沉于村子后的犀牛潭里 在起义时 才托说是上帝所赐 打捞上来 韦昌辉和胡一晃 很快就成为败上帝会重要成员 韦昌辉甚至被萧朝贵 借天兄传言 说成是天父的又一个儿子 一个所谓天父上帝 在人间的小家庭出现了 原来按红袖权最早设计 天父只有梁子 大哥耶稣 他是天帝 而后使将杨玄交纳入为天妹 这使就按凡间年段论背定位 红袖权仍是天父第二子 以下是第三子冯云山 第四子杨秀卿 第五子韦昌辉 第六女杨宣娇 第七子师达开 萧朝贵称帝婿 后来在冯云山萧朝贵死后 杨秀卿举足轻重 威望直上 红袖权又编造了天父在天堂 也有大小老婆 只有耶稣和他 以及杨秀卿 乃是大老婆 即圣母玛利亚所生育 其余诸子女都是小老婆所生的 太平天国诞生前的领导核心集团 终于出现了 这个集团的组成者 虽都是广西山区走出来的 诗意读书人 文盲和半文盲 可他们充满朝气 将以战斗的精神 去开辟新天新地新世界 创造人间的小天堂